不要忘记 梁黄宝餐是宝治宫边的 是为了超度梁无地的妃子 宝治宫 大家晓得 观世音菩萨化身才来的 所以梁无地的妃子 生前造作很多我业 躲在我道 他做这个超度法师 使他脱离我道 生逃离天 慈悲三味水餐 是一位阿罗汉 加诺加尊臣 为悟达故事 化解 愿迹 而做的超度法师 所以超度的人要有真正的修行功夫 才行 不在乎这个法会殊胜 热闹 这个第一第二不在此地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 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 超度第一书生 应该怎么做呢 自己做 你自己诵经 拜佛念佛 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的母亲 这个功德无比殊胜 比你做些这些大法会的时候 利益要大很多很多 为什么呢 你自己有个真诚心 虽然你没有修行功夫 你是真心在做 如果这些经参佛子只是行事 完全收费用 生意买卖 这个没有功德 我说这个话 骂我的人就很多 但是你来问我 我不能不跟你说真话 我不跟你说真话 我对不起你 说真话就要得罪一片人 所以人一定要明白道理